那今天呢给大家叨叨一下温族的修剪和养护 这一堆呢就是我们卖剩下的 疏于管理扔一边了 相信很多的花友呢也都养了这个德行 为了我怎么修剪 如果说你心够狠的话 我的建议是这样 让它全部都重新找嘛 有条件的话你可以换换盆换换土这些个 那么呢 像这种干枯了的枝条 是永远不可能反清了 如果说你心不够狠的话 你可以把这种干枯的全部给它剪掉 然后就是这种了 很多话说老花一 我怎么样把文竹养得又密 然后呢又绿又好看呢 其实你要了解哈 首先第一点 文竹的这个叶子它是真壮的 你别嫌的没事老是往上喷水 你像蓬莱松啊 就是一些个松柏类的 你别老是往上喷水 它对水分的需求 没你想的那么夸张 它是洗水不假 你如果说光照通风方方面都能达到 你多点水没事 它就怕什么呢 很多话有用那种瓷盆 连底座粘在一起的导致了后根 就是闷根嘛 没有新鲜的氧气进去 它就会烂根 一烂根你怎么养都养不好 还有一个事就是文竹的一个修剪呢 你说有的话说我剪成这种茶还能活吗 你放心 你看它这个地方 很近的这种地方 它有个道刺 你看到没 就这种关节这个位置 它都可能会长出来新的 也就是说我们叫雅点 明白了吗 它都可以长 如果说你没有这么心狠的话 你也可以像我这样 这样剪的稍微长一点 也可以这样 让它重新再去长 然后呢 你该给肥料的要给肥料 如果说你一点肥料都不给的话 它基本上是长不起来的 明白吗 不需要很强的光照 当然了 我说的不是说绝对的 因为有部分花油 人家全市道的文竹养的都很好 但是有的话说 老花一那你这个话是什么意思 之前我就跟花油没说过 文竹呢 它是播种的 它不会经过那种筛选 你像我们大棚里面去养护的时候 也是进那种文竹的种子过来 进了种子之后呢 播种 你像一个棚里面 动不动都几十万棵下去 只要是长出来苗子 只要是叶子好看 那我们就进行出售了 不会说是进行筛选 那老花一呢 进过来以后呢 都会养一段时间 再进行出售 所以说呢 有的部分就表现得不好 有的话有也是理解不了 这那那的 所以你懂这个事就行了 这个是文竹的一个 现在行业的一个痛点 有的话有说 老花你怎么不解决 我也想去解决 但是太难了 它的产量很高 花油们也很喜欢这个东西 不然呢 就像我这样 给它修剪修剪 这种不好的叶子 你就都给它剪掉就可以 随便剪 只要是下面 有这种键窍位置的 你就随便剪 就这么简单 光照这一块的话 推渐进的给 不要强光猛晒 我这个就缺肥料 缺管理 如果说管理的好的话 你看下面的根都会长得很好 这个时候就要换盆了 不要施肥了 好了 简单的给大家道道了一下 反正你懂这个事就行了 有一部分文竹 你怎么养它都养不回来 这是缺性 好了 我是老花一 养花俱赞一 每天给大家分享 很多语用的养花知识 白了错过 嗨